其实有很多女星为了保持身材,晚饭几乎都不吃,或者少吃,比如杨丽萍和鲁玉每天只吃十厘米,真的太夸张了,娱乐圈的不老女妖怪也不少,赵雅芝、刘晓庆。 而这位63岁,分红短裙,十厘米高跟鞋,看上去还是很像时髦的知性女性,身材也是十分的火辣,她就是樊丽君,出门必须精致,精致到就算出门倒垃圾也要美美搭。 有一个节目,樊丽君自爆,有一天发现自己得了三阴性乳腺A是晚期,樊丽君呆呆地坐了半个小时,第二天就去买了美美的裙子,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进手术室。 那天,也是画了很精致的妆容才进手术室,樊丽君说不允许自己拉里拉的,化疗头发大把大把的屌,樊丽君就用丝巾打了一朵花,扎在假发上。 可以看出樊丽君的心态特别的好,五年抗癌,六次化疗,二十五次放疗,无数个日日夜应,癌症细胞居然神奇的没了,相信大家都看多很多。 关于癌症痊愈的新闻,主要事实要放松心情,很多病都是自己抑郁出来的,与人外美不是病,是一种心态,很喜欢樊丽君这种开朗的心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